台北市东区的正义国宅开发案 预计将会在下半年完工 而新光三月百货在四后宣布 已经和建商签订了合作意向 将会进驻东区 要和隔壁的搜狗百货来进行对决 不过搜狗方面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将会进行大整修 工人紧锣密鼓动工中 正义国宅都更案预估下半年就会完工 现在新光三月也宣告将会进驻 要正式和隔壁的搜狗百货正面对决 摊开地图来看 原本东区是由微风以及远东搜狗两强争霸 但现在新光三月也加入战局 而目前商场整体规划设计 将会涵盖AB两栋的一到四楼 合计楼地板面积超过4000平 新光三月进驻了这个区块的话 对于这个区块可能就会有一些 有点类似像是信义计划区 它现在有一些百货公司聚集的效应 它是有过区隔的 比方说复兴馆 它可能走进去就都是一些高档的名牌 过去比较旧的那个馆 它可能就是走一般传统的路线 新光三月六楼以上可能会盖成豪宅 就有可能跟隔壁的搜狗 来抢工高消费力客群 而至于对面的搜狗百货 则是会以改装来应战 搜狗提前应战 在去年地下美食街就先进行大改装 减少少女女装品牌 并多增加了六家餐饮 整体扩增到四百平 座位也增加到三百四十个 至于二楼的部分餐厅 也延长营业时间 从早上九点一路到晚上十一点 更预计今年会和一楼的化妆品层 一起进行三十年来首次的改装 亏为多年终于有新百货进驻 或许也能为东区注入新活水 提高即可利益 东森财经新闻学校族许静又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前天一路来到大师 本者在大师 计划中法 等于买阿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